大家好,我是Dan 因為MNET UNGENIAL PD的造假 而沒能在PREDUCE PRO-DA出道的喊求問 終於要出道了 Cube娛樂將在今年上半期 推出尤家一指的師妹團Lyce 而19號公開了成員Ju Hyun Sang 今天公開了成員求問起案 求問 對,就是在PREDUCE PRO-DA 因為UNGENIAL PD的造假 而從最終6位變成最終13位 因此未能出道的喊求問 終於要出道了 恭喜求問出道,要幸福 真心希望求問能成功 求問終於要出道了,好感動 我以為求問會走強烈的風格 但這個也不錯 但是也有這樣的反應 尤家一的出道才三年 就推出新人女團 看來蘇晶正義的打擊應該很大 對於Cube新人女團Lyce 以及Han Chowen的出道 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大家喜歡吃麥當勞嗎? 麥當勞 英文是McDonald 在韓國叫McDonald McDonald 但是像我這樣的年輕人 一般都會縮短成McDonald McDonald 這就像在日本叫麥當勞是McDonald 但是年輕人 一般都會使用McDonald 一樣 所以你可以在認識的韓國人面前 對他說 如果對方說 你就可以用很驚訝 但是儘量想要體諒對方的表情說 啊 麥當勞 McDonald McDonald 一下子就把對方做成改不上潮流的啊 就是阿俊嗎? 所以總結一下今天的韓文教學就是 麥當勞將與龐潭酸油奶合作 推出PTS套餐 4月19號 麥當勞在官方推特宣布 將會在5月推出PTS套餐 並上傳了以薯條拼出的龐潭酸油奶的logo 以及在各個地區發行漢堡的形成表 從5月26號的美國加拿大馬來西亞開始 5月27號韓國新加坡 6月1號香港澳門 6月9號台灣 最後是6月25號的印尼 這個怎麼很像是演唱會形成表呢? PTS套餐 大家想吃嗎? 想!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最近三個月 索尼系列成員們提起的索尼系列 Tipani在阿南向你們提到 8月可能會有完全體的消息 直播中粉絲們給泰陽留言 聽Tipani姐姐說8月能看到完全體 我會期待的 泰陽回覆 我也很期待 還不能說什麼 8月是索西出道的索西生日 也有Tipani的生日 8月我也很期待 可原再一個節目 可以說嗎? 不可以說嗎? 是有什麼計劃? 請大家稍微期待一下 並等待 然後索尼上傳去Budgenia的截圖 只是學習舞蹈會覺得很沒意思 只是聊天的話進度就趕不了 3個小時只是練習舞蹈 其實也不是 後留言 Tipani的心就等於 Soshi的心 有利在索尼系列的YouTube影片底下留言 Soshi趕緊回歸吧 想念你們Soshi 曹翔在採訪中說過 最近也跟姐姐們聚在一起說了那些話 粉絲們再等待一下的話 可能會發生禮物般的事情 不過 因為就在前幾天有消息傳出 推英文成員們有一起錄音 但是馬上又被否認 把我的心抬起來又摔了下去 所以 希望今天能看到 索尼系列的完全體 QQQ 很香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by bwd6